大家好,我是多文大叔 这个频道主要会分享各种流行、运动、AI、动漫的资讯 在观看影片前,也请订阅我的频道哦 您的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 中华职棒2023年的新球季 为了吸引球迷进场 美队的啦啦队女孩都有做出重大补强 近期烂路时公布的投票结果 统计球迷们今年心目中最惊艳的新女孩 结果出炉 其中男涵人气女神李多惠子排第三名 所以这次投票到底谁是前两名新女孩呢? 今天大叔来跟大家介绍 这次票选结果的前12名啦啦队新女孩 昆娜,身高165公分 生日是2月5日 曾在2020年加入富邦Fiel Benangels 2021年加入T1的台平英雄啦啦队 目前IG的粉丝人数2.6万左右 本身除了爱跳舞之外 也喜欢汉家人看职棒 由于他国立体大就读时 就成是校内体操啦啦队成员 拥有丰富的表演经验 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表演 他都能展现出极高的水准 过往在台皮组场的表演总会吸引许多粉丝的目光 加入《卫泉龙》后 他已表示爱上了极力极劳广关的应援曲 目前最喜欢的卫泉队球员是拿木偶一样 红宇涵身高155公分 生日是7月7日 淡江大学的日文系毕业 他在爱歌唱 拥有身后乐系底润 从国中开始学习吉他 并参与乐团担任主唱 也曾发过单曲 天生就拥有一副好歌喉 在加入《乐天女孩》之前 是一名能气直播主 目前IG的粉丝人数约7000左右 在今年的《乐天女孩》选拔会上 自弹自唱并大跳性感舞蹈 获得凭整青睐成为今年的选秀状怨 他表示由于自己完全没受过专业舞蹈训练 让他对挑战舞蹈演出一直缺乏信心 靠着不断反复练习来弥补 他藉由这次征选机会挑战自己相对陌生的舞蹈项目 把不擅长的是透过练习与努力转为擅长 相信未来他也会是一颗闪亮的星星 Jassie身高168公分 生日是4月26日 目前IG的粉丝人数约3.2万左右 在2021年就曾加入富邦拉拉队 2022年离开富邦后加入小龙女行列 官网表示Jassie因为受伤 加上家庭因素考量 无法和大家一起应援 因此缺席整个球季 直到今年才宣布重新回归老东甲 Jassie过去就一直是富邦拉拉队的人气成员 应援渲染力及舞蹈实力出色 为团队带来许多活力 带领球迷热血应援 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零零 身高155公分 生日是1月5日 大学时期因为一张在好斯多打工的照片 被网友封为好斯多周子瑜 目前IG的粉丝人数约11.5万左右 她目前是新竹街口工程师的拉拉队女孩 今年正是从小龙女练习生的身份 晋升为正式成员 她也拥有着32弟 24 33的好身材 贫瘠天然无害的脸蛋 以及身长不入的好身材 吸引大批球迷追踪 她在2022年底和台湾女摄影师莉奈推出首本写真 零距离 不吝啬的大陆绝对领域 火辣尺度让然大喷鼻屑 在日本也缴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甜美的外表 被日本人遇有无辜小白狐 小珍奶 身高160公分 有着科技业女神的称号 目前IG的粉丝人数约18万左右 过去小珍奶虽然都是上班族 因为效仰自由生活 便决定离开科技业 之后也对跳舞充满热情 除了模特的身份 也还是一名舞蹈老师 一直努力朝向多方位发展 今年她一练习生身份 首次踏进了拉队 由于外形相当亮眼 一宣布加入小龙女就造成轰动 充满自信的她 甜美笑容充满感染力 散发着真男能量 在一群女孩中显得特别耀眼 均白 身高165公分 生日是7月14日 目前IG的粉丝人数约8万左右 过去四字舞蹈科班 主要专攻领域是传统舞蹈 从传统舞蹈转换到拉拉队领域的她 在拉拉队活泼形象之下 她更带有股典雅气息 由于独特气质出众 外形给人一种随时随地都在散发仙气的感觉而闻名 她并由于北一大舞蹈学系硕士的学位 人生几乎离不开舞蹈 作为DragonBeauties的开潮元老之一 2019年就陪着卫泉龙跳到一群 陪伴龙迷经历许多 不过今年因为生涯规划选择离队 转而加入兄弟Parsons Sisters 也是首位在龙象两队带过的拉拉队女孩 意外吸引两队球迷的关注与讨论 Lawah 身高160公分 生日是9月2日 目前IG的粉丝人数约11万左右 原是知名舞团Luxy Goals成员 Lawah从小舞蹈底子就好 也因为如此 私下的她非常热爱运动 包括健身 拳击 潜水 力奖等都尝试过 因为健身也练就了一身绝美身材 和完美的S曲线 也曾经在2021年出过单曲 Right Now 2022年发行第二张单曲 Let Us Go Out带我出去玩 以轻快的电音曲风 配上夏天阳光的旋律 用最甜美的声带 让大家踏上旅程 成为男生们梦寐以绣的女神 Rawah 身高155公分 生日是11月19日 目前IG的粉丝人数约1.1万左右 台皮英雄拉拉队小调皮的成员 曾经通过中华职棒City Girls决选 但后来因为和约上的问题没有签约 她的外形娇小可爱 抽象小学生的她 相当努力 也在直播平台上活跃中 小娃 身高153公分 生日是5月15日 目前IG的粉丝人数约1.8万左右 身材娇小的小娃 个性可爱 活泼 外相 过去是选秀节目《零格世代滴滴52》 烈焰之星成员 目前是Luxy Girls的一员 此外 小娃舞蹈实力惊人 也在外面开班授课 她也是一名舞蹈老师 日前还登上黄明志的小巨蛋演唱会表演 这位IG人数达到接近80万的男涵啦啦队女神 之前已经有一部影片特别详细介绍 我就不再多说 她今年的加入引起许多网络话题 未来也很多人期待着她4月14日的登场 届时必定造成轰动 曼龙 身高170公分 生日是5月15日 目前IG的粉丝人数约9万左右 她不仅外形甜美气质 之力更是辉煌 2022年才代表台湾参加亚洲环球小姐选美比赛 她也曾经40格世代弟弟52雪钻石成员 目前也是新竹街口工程师的啦啦队女孩 本身就拥有一定的舞蹈底子 今年被选中而加入Python Sisters行列 她也与均白一样 将在下个篮球带转至T1新北中性特工啦啦队效力 Dola身高158公分 是舞蹈科班出身的女孩 目前IG的粉丝人数约8.5万左右 由于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在高中时才开始去学国标舞 所以不管是森巴 恰恰 捷舞等拉丁舞不都会 在进入高雄钢铁人啦啦队之前 她四处争战比赛 全台跑透透 像是台大杯 冲山杯 星光杯等 都可以看到Dola所属舞团比赛过的踪影 不仅外形动人勾魂 身材也是好到不行 在高雄钢铁人啦啦队里 被称作钢铁女神雅典娜 舞台下的Dola其实是个爱打电动 专业料理 那爱美食的女孩 爱狗的她 还拥有宠物美容师的证照 曾获得精简刀的书龙 是个勇于尝试挑战新事物的新时代才女 被视为UniGals的救世主 有望带来人气 这12位今年受到瞩目的啦啦队女孩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